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主題樂探的時候 今天繼續和大家講到 基督徒與世界大戰的第三集 是講到1937年至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上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個大戰裏 這一集我們就會講到 這六個題目裏的頭四個 下集就講第五第六 這四個題目我們會講到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蘇聯共產政權的成立 經濟大恐慌或者大蕭條 軍國主義的狂張 好,那我們來看看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在這場的復興運動 其實主要就是包括朝鮮 或者朝鮮 印度和土耳其 詳細的內容我就不在這裡多講 因為要講就變成了一個蝙蝠非常之大 但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網找回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這三個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原來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 曾經發生二月革命 以及一場的十月革命 背景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俄羅斯他們因為經濟問題嚴重等等 而產生這些革命 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是列寧 建立了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 後來就是所謂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而十月革命就在這個外國爆發 爆發之後,列寧就向群眾發表演說 相信如果大家有讀世界歷史的時候 對於裡面發生的事情都很熟悉 我記得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讀世界歷史這些是必定考的題目 相信這些革命對於當代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那些革命裡面 當然那個靈魂人物就是列寧 哇,真是想不到 死了之後那個墓都這麼宏大 這些就是獨裁政權他們留下的遺跡 原來在2月革命發生什麼事呢? 就話說在1917年3月 也就是俄國的歷法是2月來的 俄國就爆發了2月革命 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這個沙皇統治 而當時之後就去到建立了臨時政府 但是仍然無法解決國內的問題 而接著去到10月革命 就是在1917年的11月 即是俄歷的10月發生 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 後來就稱為俄國共產黨 就發動了10月革命 它是成功的 而後來就建立了蘇聯 在列寧的時代 另外如果大家還有記得 就是經常聽到一些terms會出現 他們當時是利用秘密警察制度 以黨去掌控國家的獨裁統治 我記得當時我看過很多秘密警察西片 有些很恐怖 在街頭那裡突然間 那個坑渠蓋一起 原來就有人會出來 把那些人拉了下去 有時候又看到那些秘密警察 或者那些特工 他們用那些特別的手法 是怎樣去殘殺其他人 其中很記得有一幕說 他們一踢腳的時候 那個鞋頭會把刀出來 這樣去插死人 所以我對這些片集 其實都很深印象 接下來 列寧的時代 不單是有秘密警察制度 我覺得那個時候 感覺就像我們中國的 東廠西廠那樣 另外 他還成立了共產國際 就作為策劃世界各地共產主義運動的機構 所以是相當 evil 就是相當罪惡的 其實 好 那跟著呢 列寧之後 又有退到史太林 或者史達林的時代 Stalin 那這個呢 我相信都很多人讀過世界歷史 一定很熟悉的了 那而當時的 蘇聯共產政權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例如這些的海報 就是蘇聯為了宣揚他們社會主義建設 而製作一些政治宣傳海報 那這個呢 頭像就是史達林 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的經濟高度範圍 那當時呢 孤立主義在經濟上 他們就採取提高關稅的做法 而引起各國的仿效 但是呢 美國這種做法呢 就造成外銷銳減 生產過剩等等的問題 那這些事情呢 是發生在西元的1929年 那這個大蕭條時代 我相信大家都仍然 如果讀歷史的人 一定會很記得的 這個孤立主義呢 就是美國在建國之後 他是以建設本國為中心 盡可能不介入歐洲事務 這個呢 就稱之為孤立主義 而戰後美國人呢 的人民呢 他們是很厭倦捲入歐洲的事務 而他們的做法就是覺得 我最倒楣啊 參戰無利可得 今後要孤立 這些呢 就是當時的美國人的心態 好 那接著第三個條目呢 我們就講到 經濟大恐慌 也都就是經濟的大蕭條 原來呢 這個是19世紀後期 美國已經是逐漸工業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美國的工商業迅速發展 而一戰之後呢 他們成為了世界上重要的經濟強權 對於國際局勢有一定的影響 那當時呢 這幅圖你看到 美國就印鈔 就是最流行的 他們一沒錢 就印美金啊 美元那些紙幣 那這些機器呢 開始去啟動 但是呢 結果就是造成在1929年 紐約的股票價格突然狂跌 那就引起連鎖反應 包括那些公司 銀行 工廠紛紛倒閉 失業的人數劇增 而美國的工商業大受打擊 社會問題重生 影響到就是 美國是當時最大的債權國 而衝擊到世界各地 形成了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 而當時 當然自然造成的呢 就是失業勞工了 這裏呢 看到的就是一名的 美國的失業勞工 背脊那裏呢 就有塊板了 那裏呢 就是想說 好想找一份工作啊 現在呢 就是我看到 現在全世界的情況 就是一個COVID-19 之後呢 其實很多失業的問題 都是逐漸上升 其實現在發生的事情呢 跟二戰那時發生 即爆發之前的情況 是有點相似的 而這個經濟大恐慌呢 亦都被我們看到了 這個圖呢 就是美國股市那時 是崩盤之後 群眾呢 就聚集在財政部大樓 之前呢 就等候一些消息 所以呢 都是造成很多的分亂 而轉機呢 原來發生在1933年 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 他就採用英國經濟學家 凱恩斯 以消費刺激 經濟繁榮的理論 而實施新政 而推動了多項的大型公共工程 來提高就業率 而當時呢 羅斯福他就說 我的新政能夠解救經濟大恐慌 原來當時羅斯福呢 是39歲的時候呢 他曾經罹患小兒麻痺症 而導致下肢癱瘓 但仍然積極治療 四年之後 在總統大選裡面獲勝 而且還能夠帶領美國 走過了經濟大恐慌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呢 就是每一個時代 都會有不同的人出來 為神所用也好 或者在當代 都可以去 有他一定的角色 和他盡他所能的時候 神都會用 人都會支持 而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軍國主義的擴張 讓我們看到 大家不知道 還是不是很熟悉 麥索里尼 這個獨裁者 當時 他是用一個極權統治 意大利的麥索里尼 他是領導法西斯 而 他當時也有個口號 幾次現在的 蘇聯的普京 他就說 當時麥索里尼說 我要恢復古羅馬的光榮 現在的普京 就是要恢復俄羅斯的光輝歲月 而當時 他們發西斯的意義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為拉丁文 這個陰液 原本是指 一個棍棒 環繞著一把斧頭 一個棍棒 環繞著一把斧頭 是古羅馬 執法官吏的權力象徵 後來被 意大利 法西斯新黨 用作為該黨的標誌 奇跡 而後世 以法西斯 制止 主張 專制 獨裁 實行 極權統治者 模式 當然 在二次大戰 一定要提到 戰爭狂人 希特拉 在一次大戰之後 德國的經濟 因為通貨膨脹的原因 當然 引致社會很多秩序混亂 共產黨人 也紛紛有很多反對政府的事情 而當時 希特拉 獲得人民的支持 他有些宣傳 例如說 大炮 重於奶油 廢除 凡以賽和約 這些都是他的想法 通常的宣傳口號 都是希特拉 他很喜歡 我們小時候 經常扮希特拉 舉手 這個形象 真是深入民心 而當時 他是領導 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的勞工黨 簡稱是納稅黨 當時 提出 要撕毀 凡以賽條約 如果大家想大概知道 凡以賽條約 可以看上一集 而希望消滅共產黨等等的主張 這就是納稅黨的揮號 黨徽 以及當時希特拉的雕像 這裏 我們看到當時 德國希特拉時代的軍人 他們 你看看他的坐姿 或者坐姿 或者他的面容 因為覺得自己一定贏 戰無不勝 所以他的面容都很輕鬆 另外這就是當時時代的 納稅軍人的立像 大家一定記得 就是鼻像 而當然的就是當時德國 希特拉在1933年 取得黨政軍大權 而他當時的行動 包括積極從事經濟建設 撕毀凡以賽條約 宣佈重整軍備 而最後就是實施種種迫害政策 特別是對猶太人的迫害最為嚴重 下面看到的就是 那些猶太人 如何讓他們推進集中營 你看到那些衣服 就是當時的營友的衣服 而 猶太人受迫害希特拉掌權之後 就開始逐步迫害猶太人 甚至是設立集中營 加以殘殺 在這裏 我相信 如果想看回集中營的生活 我在另一輯的Youtube 在很早期的Youtube 提到猶太人的博物館 大屠殺的博物館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了解一下究竟是一會什麼事 而在西元的1930年 當時的俗心國 就是日本、意大利、德國 組成的反共俗心國 而美國就是受到孤立主義的影響 而避免捲入國際事務 英國和法國採取孤式政策 試圖安撫希特拉 以避免戰爭再起 這些侵略者的氣焰更加囂張 因為每個人都不想打起仗上來 暫時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都是 很多國家都很想禁止 不要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反而令蘇聯越來越瘋狂 大家一定要為這件事切切代討 看看事態如何發展 然後事件又發展到日本 1931年製造了918事變 去侵佔中國的東北 而1937年更加發動盧溝橋事變 當時中日戰爭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亞洲戰場由此展開 而意大利在1936年 吞併了伊索比亞 而說回德國 他在1938年吞併了奧地利 而當時有一場叫做 蘇台德區 而英法為了避免戰爭 從德國和德國和意大利兩個國家 共同召開這次的慕尼克會議 而簽訂慕尼克協定 希望迫使捷克 將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 以換取希特拉 不要再對外發動戰爭的承諾 而在1939年吞併了捷克 而8月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定後的一年 德國對蘇聯發動攻擊 兩國正式決裂 而這幅圖給你看到 德國進佔奧地利 之後舉行閱兵典禮的情況 另一幅圖是 穆尼克·梅爾 簽訂了協定的英國首相張伯倫 回國後在機場宣稱 這是我們這時代的和平 即他們認為條約可以引帶來和平 這幅圖 我們就看看德國吞併奧地利 捷克的形勢圖 略略大家可以看看情況 然後我們去到歐洲的戰場 在1939年9月 德國進攻波蘭 英、法 向德國宣戰 而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 歐洲戰場的序幕 在西戰線 德國以閃電戰術 直軟歐陸 西歐和各國都相繼投降 而東邊的戰線 在1941年夏天 希特拉攻擊蘇聯 在這個上集的部分 大概就停在這裏 但是我就跟著想介紹 有幾出很好看的電影給大家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二戰裡面發生什麼事 好推介這四出電影 當中有些我甚至看過不止一次 即是最多次那個 還看了四次 是非常好看 關於你想對二戰的了解一下 第一出就是一個快樂的傳說 叫Life is Buildable 它有些譯是叫做美麗人生 故事其實是說到1939年的春天 當戰爭的陰霾籠罩著歐洲大地的時候 很快樂的猶太小伙子 找到自己的理想和愛情 不顧一切當時法西斯的高壓統治 去到意大利的一個小鎮 而當時另一位女士 在當中就是做一個小學教師 他的未婚夫是當地的一個納粹 納粹走狗 而這個男主角 他發現女主角是他心中的公主 於是就用各種的幽默風趣野笑 以及機智勇敢等等 最後就贏得這個姑娘的愛情 但幾年之後 他們有一個兒子很可愛的 當時是他們一生最大的夢想 就是希望擁有一個自己的書店 於是一家三口 最初就過著長和安寧的幸福生活 但好景不常 隨著二戰戰爭升級 一切都很傾奸 傾黑之間化為烏有 在法西斯主義反猶太的政策下 德軍在意大利開始瘋狂 迫害猶太人 一家人就失散 被關入集中營 記住 男主角是意大利人 媽媽是猶太人 當時這個爸爸 和江滿五歲的兒子 關在一個營裡 媽媽關在另一個集中營 為了讓小朋友 不要受到這種戰爭的罪惡淺踏 那這個爸爸 就用他的風趣幽默的方法 就保護這個小朋友 就是欺騙著兒子 就是在這裡玩遊戲的 那些德軍他們是在做遊戲 你要忍啊要忍啊忍啊 最後你就會贏到一個很特別的 你意想不到的玩具 但當然 在納粹軍營裡面 當然是一些 一幕一幕悲慘的事情會發生 而最後 兒子沒有死 但爸爸在美軍進場之前 爸爸是被槍殺的 故事是相當讚人熱淚 而且感覺到當時的壓迫 但這齣戲是用一種 笑中有淚、淚中有笑的表達模式 我記得我當年入戲院看的時候 全場只有我一個觀眾 我想不是很多人想看這類的故事 因為實在是很沉重 但我覺得他做得非常之好 第二出就是鋼琴戰曲 這一出我都覺得是拍得非常之好 由一個猶太裔波蘭籍的鋼琴家的故事 港女是任職在華沙廣播 因為納粹德國入了波蘭 從此跟家人永遠分別 為了生存在納粹德國建築工地做勞工 後來逃離工地隱居 而接受一些好心的波蘭人私下的救助 而這個鋼琴家多次躲藏 一次更加被一名波蘭婦女 釋破他是猶太人 所幸的能及時逃離 而最後又得到朋友的幫助和接濟 在躲藏的時間 目睹了很多納粹德國的暴行 包括大規模的屠殺和焚燒屍體等等 到了1943年的一次 他親眼目擊了還留在當時猶太人的地方 那些猶太人開始反抗 但最後被德軍鎮壓 並且進行大逃生 我很記得這齣戲我看的時候 我最深印象就是 他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那些時間很慢 他的氣氛做得非常好 那些劇情不多 但是當他一有劇情 你就一定會留下 但是當那個劇情沒有推進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種淹滿 和那種在戰爭裏面那種 你無可奈何的感覺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一出的電影 好 第3出 要和大家推介 我想相信很多人都看過 就是蘇達拉的名單 The Shinnest List 這個的Shinnest List 聽聞是根據一些真不真事的主角 是真人有這個人 但是我記得 後來很多年之後 聽聞這個人在當時 是真的做了一些很偉大的事 但是後來 戰後他都變回一個很老闆的人 那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我想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就知道這個 是一回什麼事 先講講這個故事 話說在1939年 德國發起的猶太移民開始 那時候二戰剛剛打響 而當時 一些波蘭猶太人 被要求去到一個叫做 克拉科夫的集中營 而同時 是來自摩拉維亞的 奧斯斯卡 聖德拉 即是這個Shinnest 即是那個主角 是一個德國的 記住是德國的商人 身份來到這個城市 以求發展戰爭財 而這個Shinnest 即是這個聖德拉 所以他是納粹黨黨員 經常對德意志的國防軍 和黨衛隊的官員 大筆大筆地進行賄賂 以獲取一些採購權 而當他在軍方的贊助下 也開辦了一些軍用餐具廠 他自己並不太了解 如何去經營技業 但後來他遇到合夥人 即是一個人 這個人原來是 德拉科夫 猶太委員會的官員 熟悉猶太人商人的圈子 和該區的黑市 有聯繫 而這個猶太商人 借給 聖德拉 辦廠的資金 只要獲得 較少部分的回報成份 而工廠開辦之後 聖德拉 他負責去取悅 納稅黨 而獲得了一些投銜 而和他合作的人 他負責處理一些 一切的管理事務 這個神奈斯 以可以少給工錢 為理由 聘請猶太的波蘭人 而不需要一般的波蘭人 其實所謂的工錢 工人 是一分錢都拿不到的 全部都要交給黨衛隊 而聖德拉 這個工廠裡的工人 就可以走出猶太區 而猶太人 和他合作的人 他費盡心思 做一些偽造文書 希望讓盡量多的人 表面上看起來 就符合 對德國打仗有利的條件 而獲得進入工廠的資格 而免受 德國的殘害 和被拉到集中營受苦 最初 本來這個神奈斯 他只是想賺錢 但後來實在看到 太多猶太人受迫害 最後 他的良心 雖然他是德國人 但他也幫了很多很多的猶太人 去逃生 結果是怎樣 請大家去看 我記得這齣戲 我看的時候 在戲院看 是相當沉重 非常沉重 但這齣戲 都是令我對德國納稅 有更深的一面了解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都可以看看 亦都導致 我看了很多這些電影 其實是非常非常反對戰爭 尤其是對一些 種族滅絕 或者是一些屠殺 我心虎氣絕 而最後一個故事 是真人真事 這個故事叫密室 叫The hiding place 這個故事 是四個故事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個 因為它是真人真事 而這個故事 我是看了電影版 筆下四次 然後再看他的書 由於蝙蝠關係 我今集不跟大家說字 我會另外在《不堅情深》 在《書界》 我會跟大家介紹這個故事 希望大家都留意 今集說到這裏 我們記得去聽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下集 就是由蝙蝠